Hello大家好,这里是YSYFOOHAUSE 最近呢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看我的视频啊 这里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呢是我不用偷偷摸摸的录视频了 第二个是被1&1现在已经有JAPOT了 如果你也是一个JAPOT玩家的话 我现在会推荐你来被1&1 平平无奇的星期二下午 我和我朋友一起来被1&1打拍 当时我和他正在一个桌有两个空位 我们在抢哪个位置比较好的时候呢 在后卫的位置是被他抢到了 这时候呢我看到桌上唯一一个空位是在Eric的上架 这可能整个赌场没有比这个位置更差的吧 但是我也不能看到我的下架是Eric 我就说换桌是有点太怂了 这个session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板拍我在枪口加一拿到口袋对手 家住到20刀拍借我的朋友Fill跟住 大忙不急 翻牌A10是两黑桃 前卫过牌到我 我Seat Bad 25刀 开阵跟住 大忙7排 转牌8 我过牌 他这里选择过牌 合牌5 我继续过牌 这时候他下注50刀 差不多半吃 我想着他刚在另一个赌场输了两个buy in 很急着回水 我的手牌可抓可气可转扎 我选择了跟住 他秀出了A9欧 没想到他这个牌合牌 居然还会打一枪 我觉得是有点薄 跑了下Sulver 有黑桃的酒酒 气牌和炸虎偏多 没有黑桃的酒酒 比较适合跟住 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我特意还检查一下自己的花色 我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是有黑桃酒的 不过还是不太纪律吧 只夺送了50刀给Phil 下手牌是对上了Eric 他当时呢是在等位置 所以现在235打了一会儿 我在枪口加尔拿到A7黑桃 下注到20刀 Eric在中卫跟住 小盲跟住 大盲跟住 四个人来看翻牌 翻牌来了 AA3两方片 下注了30刀 只有Eric跟住 其他两人弃牌 转牌来了一张四方片 对我们的牌势不怎么好吧 因为Eric的范围里面是有很多 童话连章的 这里选择过牌 Eric呢也选择过牌 当转牌已经让我有些不舒服的时候呢 合牌来了一张梅花2 我这里不想过牌 被Eric下一个很大的柱 我是在140的底池里面下了一个主挡柱 50刀 被他raise到了200刀 选择弃牌了 实在没有什么赢牌了 虽然我这里呢 翻牌是很好 集中三条A 刀的这个转牌合牌非常差 当时我想的时候呢 我还问问Eric能不能看他的牌 不过他没有说话 而是非常的冷酷 不过我弃牌之后 Eric还是很好 给我看了他的牌 所以是不带方便的守队伍 运气好run around的顺子 其实我也挺好奇 如果这个合牌没有初二的话 Eric会不会把他的口袋队伍转扎 没过两把 我在大忙看到AK同色 Eric放了10刀的straddle 所有人弃牌到Bottom 他选择了Limp 小猫也Limp 我这里选择一个比较阴间的打法 也跟着Limp了 我以为Eric肯定会选择一个挤压 我就可以一个Limp3B 不过预判错了 他选择了过牌 四个人来看分牌 分牌来了A22两放片 这里下了一个比较调皮的柱码 10刀 Bottom加注到了20 我心里笑着跟住 转牌来了一张梅花4 不改变什么东西吧 我过牌专为玩家下注30 我跟住后和牌来了一张黑桃3 怎么感觉和上把的剧情有点相似啊 我这里计划一个check call 选择了过牌 他下注了50刀 我snap call 他秀出了48方片 我是收下这个抵制 当轮到我是Bottom的时候呢 扑克之神又给了我一个机会 我低头一看口袋对K 上把48的玩家是在Logic开始到20刀 我3B他到80 Eric在小忙冷跟住了这个3B 很不好的行为啊 大家千万不要学他 48玩家是选择了跟住 三个人来看翻牌 6 7圈彩虹面 他们俩过牌到我 我这里不知道中了什么鞋 至少应该打一个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 我选择了过牌 转牌来了一张9 依然是个彩虹面 Eric过牌 走这个玩家跳出来下注了150 我选择跟住感觉要捡钱了 Eric起牌 合牌来了一张勾 Blojit直接把我推了 后手还要380吧 这里输太多牌啊 输勾勾九九圈圈 圈勾还挺多东西的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上把发生了什么 他用48中队转炸 那这里有一些勾10圈10带10的组合 在转牌上有发展 然后呢在合牌miss了 所以是可以转炸 我还能赢一些A圈 甚至A勾啊 是选择了跟住 他亮出了K10梅花 所以是很邪乎啊 我很少慢打我的超队 一慢打就被中到输整组 这把呢也是我主动偏离了很多把 因为我是觉得对上这种爱炸火的玩家 让他炸火反而呢比下注能拿到更多价值 接下来呢两把是Eric的视角 我们来看看Eric第一视角打235 因为我被轻了整组 包里是没带过现金 挥挥挥挥挥去ATM取钱了 回来的时候发现手机支架跟手机一起不见了 好在看到我的手机是在Eric面前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他打的这两手牌 Eric在Bottom拿到了89杂色 一个Limper 这时候呢开始到了30刀 只有枪口玩家Link跟住 翻牌来了圈45 两黑桃 枪口玩家过牌 Eric下注25 枪口跟住 转牌来了一张红桃A 是对我们的范围超级好 这时候就是一个意念A了 直接垂了一个满持120刀 剥削枪口的Link范围 所以我很少Link 就是怕桌上有Eric这样的剥削大王 一看到你的弱点 他就会想防射法来攻击你 剩发牌呢 Eric在Logic看到了A3杂色 开迟到20刀 小芒跟住 所以是个单挑抵直 翻牌来了245 我不知道这时候要怎么讲解了 让我一个刚被亲的人看到会很酸啊 小芒过牌 Eric下注了满持40刀 转牌掉了一张爱心酒 我手里面是没有爱心 小芒 Eric两个人都选择过牌 合牌来了一张黑桃吧 小芒继续过牌 这个时候呢 我在看视频 我就觉得小芒肯定是没有花的 因为一般游乐玩家呢 他们转牌看你过牌 合牌就会跳出来打啊 Eric呢 在小芒过牌之后打了200刀 1.5倍超值 小芒没想多久就选择弃牌 我当时在旁边看的时候还在想 Eric这个line打得好奇怪 真的想不出来跟他有什么关系了 没想得到是翻牌直接接中了 那次 好继续回到我 在这桌呢 没什么牌 筹码没什么起色 我也就换了个桌 其实等牌的时候是真的无聊 桌上有一只大鱼喜欢chase自己的桌 可惜我是一直没有和他对上 终于有了一把AK不同色 中卫玩家开始到20刀 小芒这个娱乐玩家跟住 我在大芒3P到80 中卫玩家跟住 娱乐玩家再次跟住 flop k go 8 两方片 我这里下注了150 就是能让娱乐玩家跟住 也不是又不想弃牌 不用怎么想就可以把我推了 中卫玩家弃牌 小芒果然没有想了多久 就推了我的all in 我当然是最快的跟住 转牌跟合牌都没有出方片 他是说了I miss 然后mark了自己的手牌 正当我以为我的回水之路要开始了的时候 我们来看最后一手牌 今天最后一把牌 我们用圈圈来收尾啊 在AK没过多久我就拿到了圈圈 这个时候我没看到枪口放了straddle 尴尬的mini race到了20刀 小芒玩家暴力3b到120 其他人7牌 我有位置选择跟住 翻牌来了K63彩虹面 他这里选择过牌 我也跟着过牌 转牌叠了一张4 他下注60 一个四分之一的下注 我选择跟住 合牌6 他下注100刀 一个看起来又像乞讨柱 又像阻挡柱 我的圈圈在这里跟注抓鸡就好 他收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牌 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的牌白白的 大家猜猜是什么 不是A嗨 也不是比我小的口袋对 而是AA啊 我的圈圈再次遇到AA 不过还好他两条街下注 都没拿满价值 合牌我可能对上 诈狐不足的玩家 可以选择7牌 好了这个短的session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